希望能够跟小自己很多的年纪选手同仇竞技 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方便 和蔡里佛传人于剑红之间的一场比赛 方便她是中国搏击的领军人物 是第一个打进世界排名前十的中国选手 同时她也被称为是战神方便 2011年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她是不断发现自己的职业战绩 也是武林峰唯一一个保持不败的选手 职业生涯58场不败 这场比赛她的对手于剑红练习传统武术出身 看一下方便是宝刀未老还是全怕少壮 于剑红她的职业战绩是29战 22胜5负一平6次Tail 2016年功夫王争霸赛75公斤级别冠军 2018年昆仑爵 世界格斗竞赛80公斤级别冠军 2019年百姓英雄全球功夫胜点80公斤级别冠军 这场比赛是82公斤级别方便 她的身高是1米84保持58场不败 曾经打败80公斤级别高手 无冕之王沙西拉克 打败国际搏击世界拳王争霸赛冠军考克莱 三次击倒开尤泰拳王马库斯 这场比赛对手年龄仅仅只有22岁 他们两个相差15岁 这场比赛对于小将于建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如果他能够打败方便 他将一战成名 对于方便 他也想续写自己不败的神话 那么这场比赛到底露死谁手 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方便他的战绩一直是备受之一 他在武林峰保持不败的记录 有人说他是刷小怪 所以说这场比赛是时隔四年之久 他的复出之战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的对手是搏击新秀于建宏 同时也是传统武术蔡里佛的传人 这场比赛很多人都为方便捏肋把汗 因为他的年龄毕竟是非常大了 而他的对手年龄非常小 仅仅只有22岁 好的 下面是第一回合的比赛 我们看一下比赛现场 红防选手就是方便 蓝防选手是搏击小将于建宏 这场比赛也是非常被受打压的关注 到底是拳怕少壮还是宝刀未老 方便在这个搏击领域是鼎鼎大名 武林峰的三个台柱子 就是方便 一龙还有王洪祥 方便是练习散打出身 也是打过很多场精彩的比赛 目前他是时隔多年之后 首次复出之战 是选择在他的安徽老家 安徽卫士的振华英雄打比赛 这场比赛大家也是非常期待 方便他的一个竞技状态 好的 方便 其实他的打法非常聪明 然后也是得到很多拳迷的喜欢 他的招牌动作就是他的下劈腿 还有他的后手重拳 非常的重 曾经三次击倒 KO嚣张不可一世的西蒙马库斯 其实方便他是非常自律 然后因为他开有一家搏击馆 所以说他是经常跑步和学员一起训练 他为了这场付出 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在方便他的短视频当中 可以看到他是经常跑步 然后这个训练 方便 其实他现在主要经历是在直播带货 然后在直播当中也是评价了一些运动员 像王赛呀 还有梅威瑟 其实方便 其实他间接就已经说过了 他说像梅威瑟什么不败的战绩 那是因为没有遇到对手 遇到对手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你虽然很强 但是比你强的人大有人在 只是你没有遇到他而已 好的 我们看一下比赛现场 转身的腿法 于建宏他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然后其实他比方便还要高出几公分 一个侧踹 非常典型的散打动作 也是中了一个后手拳 是 但是这个距离拉得很远 并没有挨得很结实 方便老师 他的身体硬度也是非常好的 是 最后的十秒了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动作 这个 这个下劈腿 这也是一个散打的动作 方便在比赛当中经常使用这个下劈腿 好的 又是侧踹 其实散打运动员 他们的腿法非常的灵活多变 像侧踹 转然后蹬 还有下劈 好的 这个地面是有点滑 低扫进攻 可以看到方便 其实他的对手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但是一龙他复出之后的一场比赛 非常的就是让人失望 因为一龙他的对手是来自国外 在比赛之前也没有太多的资料 对他对手也是不了解 但是在这个搏击擂台上才发现 他的对手简直就是弱不禁风 而且一龙他的对手还是被方便嘲笑了一下 好的 双方进攻都是比较积极 打得也是非常开心 方便的话就老将风采 就完全丝毫不慌 任何的状况 任何的场上的情况 他都不会说去表现的有一丝丝慌的神态 反而对方就身体绷得很紧 就生怕方便有一个重击打到 对方的这个腹部 红肿非常的明显 再来两下侧踹可能有点顶不住了 但是我感觉方便还没有放大招呢 好的一记重拳后手直拳 其实方便他的这个前手后手拳都是非常重的 对手反应也是非常快 然后控制在方便他的攻击距离之外 在这个大级别选拳当中 他们都是有一击必杀的能力 方便是全胜一个战绩 非常的难得 一个又是一个披刮腿 好的 现在比赛到了第三回合 也是决胜局 看一下方便能不能续写下他不败的神话 其实小将于建宏 他的实力真的是也是可圈可点 29战22胜 他年龄也是非常小 年龄小肯定是在这个体能各方面是比较占优势的 但是方便他是年龄比较大些 在比赛的经验还有就是这个临场发挥上 方便肯定会更胜一筹 其实于建宏他也是想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如果能够打败方面的话 那么他将是赚大了 一战成名 扫踢 正当 方便一点要稳住 对手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啊 好的 顶膝进攻 其实越到最后对方面越是不利的 虽然说方面也是经常训练跑步 但是他的年龄在这里放着 肯定体能消耗的是比较快一些 这近距离内围的对拼的话 在死脚里面甩过来的摆拳啊 方便还是没有看到 被击到了一下 哎呀又是直接来的后手拳 是我在抢把位 就感觉有点像打太拳的样子了 哎呀 直接近身 对方这个摆拳是被预判到了 没有坚实打到啊 下潜的肌腹 对方也是感觉到了 对方有这个动作 马上给拉开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回合 比赛马上要结束了 一个高扫 转身的腿法转然后登 非常典型的这个伞打的摔法 方便也是在比赛当中多次运用这样的一个摔法 一个动作 好的 比赛马上就结束了 比赛结束 我们看一下 裁判是怎么判定这个比赛的结果 蓝风 云建红 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红风 对蓝风 30 比27 比赛结果 红 放 上 同帐 跟 正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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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